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友说 我和他没东西 女友说 没东西 为什么电话有那么多 他的来电和暧昧讯息 男友说 你看我的电话 女友问 你是不是和他在偷吃 男友一直说没有 只是一点点的调情 没什么 女友说 算了 你去上班吧 再不出门 要迟到了 女友很伤心难过 女友向屋主诉苦 屋主为了安抚女友的情绪就说 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原来主人房有个秘密室 屋主说 里面还有电和水 这里可以看到外面 而且外面的声音也会听到一清二楚 相反 外面却听不见和看不见这里 女主觉得这里很酷 心情有了转变 屋主说 别那么不开心 我走了 下次再来看你 突然 女友有了个念头 就是伴离家出走 看下男友有什么反应 他拍了一个视频 表示会回去马来西亚 希望男友别再偷吃 女友寿司行李 搬进秘密室 男友要回来了 女友准备好纸条 然后匆匆忙忙的跑进秘密室里 眼见房里没人 只有一个纸条 这时男友才知道原来 女友已经离家出走了 男友越担心 女友就越开心 证明男友是很在乎他的 男友不知所措的坐在那里 发呆 他也很生气 女友知道事情大条 所以打算不闹了 钥匙咧 钥匙在哪里 哪里 钥匙不见了 他回想起 刚刚太匆忙 所以钥匙掉了 他一直叫男友 男友听不见啦 打电话又没有线 他开始紧张 对不起啊男友 我闹大了 男友报案说 女友不见了 打电话又联系不到他 警官和手下说 可以 他们会去查查看 女友没有坐以待毙 他用尖锐物体来挖墙 希望有一线生机 里头还有一个过气的罐头 为了保命 女友不能挑食 只好慢慢的吃 男友在洗脸 女友敲打水管 洗脸盆出现波纹 女友努力的敲打 但是男友就是没看见 男友去一家酒吧喝酒 他喝到烂醉 在外面还和客人打起来 酒吧的waitress 长发妹出来看到了 长发妹很好人 居然带她去家里过夜 男友隔天醒来 说那么迟了 我还要去上班 我下次再来找你 长发妹很纳闷 没几句就走了 真讨人厌 晚上她来道歉 她说走得那么匆忙 真的sorry 她带长发妹去她的表演厅参观 哇 原来是名指挥家 那么highclass 搞到长发妹 湿湿的 男友立刻带她回家开炮 女友看到了 想不到以前 用在她身上的招式 现在她居然 用在别的女人身上 女友情何以看 长发妹的叫床圣 搞到女友的情绪低落 停下来 够了 够了 隔天 长发妹要刷牙洗脸 她隐隐约约的听见一些声音 是女友一直喊救命 长发妹不离 继续的刷牙 女友看着照片 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几久 男友说 这间屋子虽然大 美中不足 还欠一个女主人 她希望长发妹以后 能够住在这里 做她的女朋友 长发妹答应了 警官和手下来到 那么巧 手下是长发妹的前任 警官说 已经调查 原来女友一直都在这个国家 没有出镜的记录 别担心 我们会继续的调查 一个人在家 实在太高兴了 她在跳床 跳下跳下 她在某处发现一只钥匙 女友很激动 对了 对了 好好想想 这用在哪里 长发妹把她当成装饰品 不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 靠人不如靠急 女友继续挖 某天长发妹把苹果扔在湖里 波文令她想起一些事 长发妹在浴室 她说 开始 水真的出现 波文 停 真的停 哪里 有人在里面 波文开始浮现 表示赞同 是 你妈女友 快快点来救我 你被困住了 是呀 快点来救我 长发妹开始找机关什么的 突然狗狗堆着一个地方飞 长发妹上下起手 找啊找 真的有个机关啊 原来我的钥匙是要拿来插这里的 她插了进去 她没有救她 如果她出来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不就化为乌有 长发妹放我出去啊 你这破码 放我走啊 打开它啊 你干嘛 长发妹说 对不起 这时男友回来了 怎么了 没事 我们去打炮吧 剑种 我出来 你就死 你奶奶的 长发妹很怕男友会发现机关 所以她就去改房间里的摆设 男友问 为什么你改变了这里的摆设 她说 我以为你会喜欢 男友说 还好 以后别那么傻 一个人搬来搬去 会很辛苦的 嗯嗯 好好 一天手下前任来找长发妹 她说 这家伙要小心 别被她骗 这给你的 林北走先 原来是男友和小提琴家 在偷吃的照片 长发妹很火了 她对男友死性 打算放女友出来 长发妹开机关 把秘密室打开 里面一片凌乱 喂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女友忽然起身 把长发妹打晕 她把长发妹锁在里面 女友第一次出来 看见阳光 她松了一口气 男友回来 在房间有一个钥匙 还有她和女友以前的合照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玩闹 别玩得太过火 小心乐 急生悲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